曾田姓村是曾田家名气最大的战国人物 甚至如果你有问我整个日本战国谁在当代的人气最高 我想应该是知田姓长和曾田姓村二选一 曾田姓村有两个名字 一个是曾田姓村 一个是曾田姓凡 而且他的真名本来就应该是曾田姓凡 他的父亲给他起名的时候 就是为了纪念武田姓凡 而曾田姓村这个名字 来源于后来出版的 《记录战国军史的读物南波战记》里面 由于这本书的人气极高 后世民间就普遍认为 曾田家出了个猛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曾田姓村 迫有点做个量草传借鉴 空城记的感觉 反而曾田姓凡这个名字传了替身 而后甚至影响到了官修史书 就连德川幕府所编转的宽正从修作家表 也开始用曾田姓村这个名字 后来干脆影响到了曾田本家 也就是他哥曾田姓姓的后代 在修家族死的时候 也用曾田姓村代替了曾田姓凡 所以按照司马迁的人生成就论 曾田姓村做到了最高级的流民于后世 以显父母 可谓太上不如仙 但是其次不如山反而没有做成 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保住 确实是非常神奇的情况 让人不得不感叹 一个人的命运啊 真的是不可预料 做了如此考证 那么本频道自然是要用 曾田姓村这个名字的 咳咳 你什么时候产生了 这是个严肃历史频道的错觉 这里是巫女花善礼 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 年归正传 曾田姓村1567年生人 出生在贾斐国一个如今已经很难找到可信历史脉络的小领地 之后 他18岁的时候作为人质被送到了上山家 很受上山家的家族 上山谨慎的喜爱 之后 他被从上山家召回 19岁又再次被作为人质送到了大阪城 丰臣秀吉也很喜欢他 一把年纪又膝下五指了 看到这种凌历的青年难免心生怜爱 秀吉授予了姓村众无畏的官职 并且赐他丰臣姓 所以丰臣姓凡也可以是他的名字 而且在秀吉的安排下 丰臣姓凡还娶了大谷吉祭的女儿 大谷吉祭是丰臣秀吉内政上的心腹仲臣之一 而后小田园征伐战暴法 曾田姓村得以转到头角 当时他随父亲曾田昌姓 兄长曾田姓姓 以及前田立家上山谨慎这些封臣秀吉手下的重臣 率领北国军队越过东山道进攻北条市 当时北国军的兵力大约是三万五千人 首先进攻的是北条家的松井田城 曾田姓村手持十温至长江 冲震煞敌气势无霜 攻克之后姓村随着他的父亲和兄长 率领曾田军前去援驻十田山城攻打忍城 在攻打忍城的过程中 他率兵猛烈冲锋 攻破了忍城的一处城门 而就在此地 他碰到了北条家守城的成田市长的女儿贾斐机 贾斐机出城反攻 将曾田姓村击退 当然这个故事本来就是前人的演义 所以我直接照搬了 但不管怎么说 姓村因为在小田园征伐战中的杰出表现而备受阻误 进入了无聊团 同时也得到了封城秀吉的赏识 因此在封城秀吉进攻朝鲜时 姓村被命令陪同封城秀吉 坐镇北九州的大本营明湖乌城 而后官员之战爆发 曾田家再次发动被动技能两头下注 姓村随着父亲脱离了德川 投降了十田山城的西军 并且协助他的父亲曾田昌信 在上田城以2500弹兵力 托住了德川秀宗的38000大军 据说此战中德川秀宗 事后可能只能宣传成 传承了不畏艰难大局为重的三方元精神 虽然曾田姓村这边成功的托住了 德川秀宗大队的进军行程 但最终官员之战还是以德川家的胜利高中 而后姓村的兄长曾田姓信 和他的岳父本多宗圣极力求情 最终死得曾田昌信和曾田姓村免于一死 但是他们被流放大的高野山 曾田昌信在等待赦免的岁月中 逐渐丧失了希望 越来越失意 最终病逝 曾田姓村因此怨恨德川家康 但是如今他只能等待时机 曾田姓村和其他的日本战国 著名人物并不太一样 他的前半生也就这样 没有太过耀眼的事情就过去了 战争和内政都平平无奇 然后他也没有可以作为历史性事件的后半生可言 可以说是典型的彗星势力时人物 全部的光量都集中在大阪之阵 但这一件事就把他一举推进了日本战国顶级名将的行列 让他直到今天都是顶流中的顶流 大阪之阵是封城家和德川家最后的决战 大阪这一番只能动用太阁生前的遗产 广发英雄帖 这个时候的曾田姓村已经年近五十 他终于赶到自己的机会来了 所以招募曾经的旧家城 带着儿子曾田姓昌进入大阪 之后他成了烂人重的首领 因为在他手下的士兵统一身着红色开脚 并且采用假洲流的兵法配置 所以被称为曾田赤辈 虽然姓村他以军师的身份 频频的出席大阪方高层的军师会议 但是因为他许多关于出城野战的想法过于激进冒险 与大阪高层的意见不合 因此并不能完全被采用 不过他提议在大阪城南修筑防御性城堡曾田湾 则是被采纳并且成为非常重要的策略之一 当时在大阪城里面拥有大兵团级军事素养的 一共有三个人 曾田姓村 后藤姬次 毛利圣友 曾田和后藤两个人都注意到 大阪城南多数是宽阔的平地 而且防御薄弱 所以两个人先后向封城家的领导城 提出了在大阪城的南面修筑一座初城 所谓初城就是建筑于城墙外的小城 可以作为防御公式 两个人的提议都得到了采纳 但是关于到底谁来主持修建 以及谁来负责守卫的问题上 两个杰出的将领都自告奋勇 互不相让 以至于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而就在两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 大阪城里突然兴起了奇怪的谣言 说曾田姓村之所以要在南面修筑初城 乃是为了方便与他的兄长联络 把德川京的大军引进城来 有人向后藤姬次汇报了这种传言之后 他当即就严肃地表示 姓村大人要求在城南出城防备 乃是为了更好的向敌军挑战 这样的谣言完全是痴人说梦 随后主动辞去了建造出城的工作 将这项任务让给了曾田姓村 用实际的行动表达了对姓村的坚决支持 最后这座曾田丸就在姓村的主持下 在大阪城南修筑完成 这个建筑是一座扇形的小城池 三面挖有壳沟 树立双重的栅栏 城中设置了建塔 辽望和楼阁 每隔1.8米 开6个枪野 是一个坚固的防御性攻势 曾田丸的建造 弥补了大阪城南相对薄弱的防御力 同时为大阪军的出城野战 迅速占领大阪城南的高地 创造了便利条件 不过就在曾田丸建造期间 曾田姓村勾结德川家康的谣言 仍然存在 大阪的高层仍然不能完全消除对他的疑虑 最终决定在曾田丸后方 安置一个1万大军的营地 以防备曾田姓村投敌的可能性 到了1614年冬天 大阪城周围的战争气味也越来越浓烈了 曾田姓村知道 自己将要面对德川家军队的大规模进攻 实际上参加大阪之阵时 他已经报定了必死的决心 在他写给他姐夫的信中是这么说的 如果今年之内一切安稳的话 很想当面跟你们面谈 因为实在有太多事情放心不下 如今乃是万事无常 今天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请姐夫你们就当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在另一封家书中 他对自己的姐夫说 我自去年以来突然老得很快 已经成了病人的样子了 牙齿也掉了 头发也没有几根是黑的了 真的很想见你们 这些信件中透露出了曾田姓村对家人的思念 也显示了曾田姓村对于战时沙场充分的心理准备 大阪东之阵 这场著名的战斗就在这样的氛围中爆发了 德川军的前锋 前田立长得到了德川秀宗出击的命令 所以他就派他的部队开始对曾田丸进行攻城 看见德川家的部队在城外乱糟糟的阵型 曾田军的将士纷纷要求出城引敌 但是曾田训村并没有同意 而是命令大部分的士兵做短暂的休息 养精蓄锐 过了不久 当城外的德川军已经整顿下来的时候 倩村派出一名士兵站在城墙上对外面骂阵 身处绝对的优势方听到这挑衅的言语 前田家重将压抑不住心中的路火 所以就开始对曾田丸发起猛攻 但很快被曾田家密集的火枪射击打退 当时前田军死伤无数 紧接着赶到战场的前田家第二队本多队 和第三队福田队都加入到了对曾田丸的进攻中 但他们仍不能攻破城墙 曾田丸这边战斗激烈的打响 在大阪城南驻扎的德川联军 其他各路人马也按捺不住 各部队纷纷展开了总攻 但是大阪城内另外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 著名的军师 浪人兵法家后腾击刺 已经预料到了德川军的进攻路线 预先做好了兵力的调配和防守计划 大阪城的守卫如同铜墙铁壁 德川家根本没有办法攻破 战斗一直持续到正午时分 逐渐集中到了曾田丸 大阪城中的后腾击刺的各部纷纷前来支援 与曾田丸的守军一起 用猛烈的火力向城外反复射击 德川军死伤惨重 而这个时候的德川家各路人马 已经被愤怒冲昏的头脑 碍于颜面谁也不愿意先行撤退 仍然不顾一切的冲锋 呈现出一副矮角马骑兵队冲锋步兵方正的局面 战局几乎变得难以收拾 此时曾田姓村继承了三弹机的精髓 栽藤一龙 知田姓长 明知光秀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他一个人就代表了日本战国步兵协同的历史与传统 在这一刻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 德川家康表示 你吼那么大声干嘛嘛 妈的优势再大也不是给你们这群人这么霍霍的呀 赶紧向各部队派遣使者下令撤军 这场战斗德川军战死超过两千人 负伤近万人 战后德川家康和德川秀宗对于盲目出击的松平中职 和锦衣执孝两队的将领 进行了严厉的斥责 就是一种恼羞成怒在下属面前打儿子的概念 那么德川家康会用什么办法破局呢 关注我 下期我们接着演绎 这里是《巫女花散》里 一个演绎历史传奇的频道